如果在不考虑价格的情况下 一辆奥迪RSQ8和一辆奔驰AMG GL163S 同时摆在你的面前 你会选择谁呢? 那么奥迪RSQ8和奔驰AMG GL163S 同样都是百万级别的高性能SUV 如果在赛场上跑0至400米直线加速的话 谁会更胜一筹呢? 作为纽北最速量产SUV 奥迪RSQ8不仅有着SUV强大的空间实用性 加上跑车的激进造型 并且还有着超跑性能的强悍动力 它出道及时巅峰的表现 堪称是幻壳的兰博基尼URES 它和兰博基尼URES同一平台打造 搭载了和URES相同的4.0升V8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600马力 峰值扭矩800牛米 同时适配有48伏轻混动力系统以及变钢技术 传动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和Quattro全是四驱系统 0百加速时间仅需3.8秒 最高车速更是达到了305公里每小时 这超跑般的性能和出色的实用性 不仅可以让它在赛场上征战 同时还能兼顾家用 而且它的价格也只是兰博基尼URES的一半左右 你是不是瞬间觉得奥迪RSQ8更香了 而在性能控的车迷心中 AMG就像是一个图腾 强大的动力系统 深不见底的极限操控 以及难以驯服的性格都是大家喜欢AMG的缘由 而奔驰AMG家族推出的SUV领域性能代表GL63S 它更是成为了众多热血青年的橱窗梦想作驾 它搭载的是一台4.0升双涡轮增压V8发动机 以及48伏轻混动力系统 让这款车具备了612匹马力 峰值扭矩850牛米 传动匹配的是9速自动变速箱和四驱系统 零百加速时间也仅需3.8秒 急速可达280公里每小时 总的来看 奥迪RSQ8和奔驰AMG GL63S的动力参数 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 那么如果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你会选择谁呢?